境外媒体称,美国国防部一名官员7日证实,两艘美国导弹区逐舰,周末穿过了台湾海峡。 去美国海军学会新闻网站7月7日报道,美国太平洋舰队发言人查理布朗上校7日表示,两艘美国海军军舰定役今日至8日例行经过台湾海峡海域。 报道称,布朗没有证实有关此次航行的任何额外细节。 报道称,马斯廷号去逐舰和本福尔德号去逐舰的此次航行是2017年7月以来,美国海军首次穿过台湾海峡。 去年7月,部署在日本的约翰奈派的号去逐舰也穿过了台湾海峡。 上一次美国航母穿过台湾海峡是2007年的小银号航母。 另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站7月8日报道,美国海军一名官员证实,美国海军两艘驱逐舰穿过了台湾海峡,此举可能加剧中美紧张关系。 这名官员说,美国马斯廷号去逐舰和本福尔德号去逐舰由南王被行驶。 这是2017年美国约翰奈凯恩号去逐舰穿过台湾海峡以来,首次由美国军舰这样做。 多家媒体报道了这一动向,目前,特朗普政府和中国围绕贸易、朝鲜和南海等问题关系日趋紧张,台当局称全程掌握情况。 据法新社7月7日报道,台湾防务部门证实,美军马斯廷号去逐舰和本福尔德号去逐舰,7日上午,驶入了台湾和中国大陆之间的航道。 报道称,此次美军战舰经过台湾海峡,正值华盛顿和北京陷入贸易战,而且北京和台北的紧张关系升级之际,特朗普6日开始,对34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,征收25%的关税,被已经称之为经济史上规模最大的贸易战。 中国表示,它正在采取报复性措施进行回击。 报道指出,随着特朗普签署法案,为美国和台湾地区高层官员互放铺平道路,美国政府还批准向台湾出售潜艇技术杂放所需的许可证,美台关系进来转暖。 并据路透社7月7日报道,两艘美国军舰,7日穿过台湾海峡,台湾可能会认为,这是特朗普在两岸紧张关系加剧之际,对台给予所谓的支持。 报道称,这是大约一年来美国海军舰艇,首次穿越台湾海峡。 中国官媒批评说,美国在对台海紧张局势火上浇油,中国海军想必密切关注着局势发展。 报道称,此群正值中美两国的贸易争斗,被认为可能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,这两大经济体都跃跃欲试。 毫无通过谈判谎和紧张气氛的迹象,路透社最早曾在上月报道称,美国正考虑派弃一艘军舰,并探讨过航母穿新台湾海峡的计划,但美国最终没有采取这一方案,大概是因为担心热闹中国。 报道指出,最近美国对台湾的种种所谓是好举动,进一步加剧了北京和台北之间的紧张关系。 大陆痛批美国打台湾牌。 据台湾中央社7月8日报道,国台班主任刘洁一8日表示, 一段时间以来,美国一直在打台湾牌,台湾民众应该认经美国的真实目的,千万不要有人去帮助美国打台湾牌。 报道称,刘洁一在海峡两岸青年发展论坛上向媒体表示,坚决反对任何危害中方国家利益的事情。 一段时间以来,美国一直在打台湾牌,打台湾牌的目的是非常明确的。 他表示,美国这种做法,伤害台湾民众利益,伤害全体中国人民利益,也应该受到两岸民众共同反对。 台湾民众应该认经美国这些行动的真实目的。 千万不要有人去帮助美国打台湾牌,伤害两岸民众与台湾民众利益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闻TT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